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对现有的计划可行性表示怀疑 据南华早报South Kine Morning Post报道 数家中国投资公司对供固与俄罗斯的协议表现出浓厚兴趣 非盈利组织远东投资与出口代理公司 FARBAST INVEST MEND AND EXPORTADESCY投资总监瓦列里 杜布罗夫斯基·Valory Dubrovsky周二表示 中国 俄罗斯和其他周边国家已经对这片农田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我们预计 大部分投资将来自中国 他表示 我们预计50%来自中国 25%来自俄罗斯 25%来自其他国家 比如日本和韩国 杜布罗夫斯基说 俄罗斯远东联邦地区 300万公顷的农田 现在都可以供农民使用 他还说 该地区可能成为乳品业或大豆 小麦和土豆等作物种植的热点地区 南华早报指出 本地居民已经购买了优质农田 因此中国农民可能 不得不在偏远地区购买低等 生产率较低的土地 俄罗斯农业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C-O-U-L-T-A-N-C-Y-A-T-I-T-U-T-I-E-F-A-A-T-R-I-C-U-L-T-U Round Market Studies总干事 德米特里 赖尔科·Dmitry Rokko 警示称 远东地区大部分肥沃土地已经被收购 尽管中国企业一直在急于签署 租赁协议和其他临时协议 他表示 最好的土地被占用 而且被国内农民大量开发 因此 如果他们想要更多 主要是在偏远和低生产率地区 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120亿美元的农业救助计划 来缓解美国农民的压力 然而 美国农业面临着失去利润丰厚 的数十年的出口市场的风险 现在看来 这一现实正开始得到实现 俄罗斯农业布鲁 Selkes Notizer 的数据显示 中国政府以大幅减少从美国购买大豆 结果在2017年7月至5月底期间 从俄罗斯购买了创纪录的85万吨大豆 但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今年迄今进口了8亿吨大豆 一者注 原本如此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南华早报趁中国农业部早些时候表示 为了应对大豆短缺的威胁 以大幅提高国内大豆产量 并将在未来两年内再增加100万公顷土地 用于种植大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East Children Normal Innovate 俄罗斯问题专家张鑫表示 供应不太可能从美国平稳过渡到俄罗斯 因为他表示 这笔交易仍有障碍需要克服 他表示 对于中国企业租用土地用于农业生产 尤其是在远东地区 包括当地居民在内的政治阻力 他们担心的是大量中国工人的涌入 以及对中国农业方式的不满 比如使用了过多的杀虫剂和化碑 由于中国农民对俄罗斯农田的质量仍持怀疑态度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纠纷 似乎不会在短期内减弱 这就是中国现在进军俄罗斯的原因 作为一种远离美国的长期对冲手段 随着数十年的出口市场转向中国 避开西方产品 这种转变可能对美国农村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 Championships 感谢您的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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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